那我们大家安静祷告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黎格迪姆真理追寻会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人道中国的李氏王建宏姊妹 他将为我们分享张展的故事 我们的海报登出来以后 训道者一词引起了很多的误会 其实训道者我们不是说的是事实描述 而是张展姊妹的心智描述 在当下疫情再度肆虐滑下的时候 人们最关心的是真相 而在这种特殊的时刻 真相就意味着生命 张展姊妹他就是愿意用自己的生命 去维护大多数人的生命 他也用绝食这一维及自我生命的行为 来捍卫他心目中的真理 所以我们用训道者 这一对神的儿女最高的褒奖 来称呼他来称赞他 这不是故意的标题党 那么王建宏姊妹呢 他多年来活跃以人权的战线 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而最早在网络上发起成立 关注张展的组织 就是他的主要的事工之一 那么下边呢 我们先请那个 我们中国的那个马丁路德金 这个 皇帝兄 他来带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有请经理 谢谢 好了我们大家来一起祷告 感谢主 财天父 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时间 大家都在深夜的时候 或者在其他的时间 凌晨的时间 把弟兄姐妹从世界各地 召聚起来 为了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分享 你所爱的女儿张展的事迹 主啊 感谢你在中国大地 兴起这样一群可爱的儿女 主啊 在这些儿女们 在中国 以及在世界各地 他们所付出的努力 他们所付出的牺牲 他们的事迹 主啊 你要借着这样一个平台 借着 见红姊妹的分享 把这些事迹带到我们 中国正在兴起的基督徒群体当中去 让这个正在招难的群体 能够知道 大家正在 主 你的十字架道路上 一起在坚定的前行 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 谢谢 谢谢唐经理弟兄 那么下面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王建宏姊妹 我们有请王老师 不敢当 非常感谢张探 张探弟兄 张探老师 还有唐弟兄的带导 各位弟兄姐妹们好 朋友们好 我非常的高兴 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曾经在不同的场合 向不同的人群 讲过狱中张探的故事 那么今天这是第一次 有机会在一个主内的公开平台 来分享 所以感谢主 我想 在尼哥迪姆 真理追寻会这样的平台 讲张探姊妹的故事 是非常恰当的 因为他在一篇文章中 写到说 这样一句话 我也常常引用 当然应该寻求真理 不计成本寻求 真理一直是 这个世界最昂贵的东西 它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来分享一张图片 给大家看 不好意思 要不要放到最前面 稍等 稍等 我先把这个 放到最前面的一张图片上 刚刚因为来尝试音频和视频的效果 所以把它先放在了这个视频的这一页 我这样子 我们呼吁一下 如果说因为我们的房间 只有100人 我们现在100人已经满了 我们海外的弟兄姊妹来 我们可以在那个油管上去看直播 我们那个把这个有限的这个位置 让一点给国内的弟兄姊妹 好 谢谢大家 很感动 已经100个人了 不好意思 怎么又回到这个地方了 我只有重新操作一下 就是没有做过这个操作 我想的是要放到最前面 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放到这一面 重新操作 感谢主 这是我们第一页了 这是最开始的 这是张哲来说过的一句话 这可能是他说的话当中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了 那么这句话呢 基督的门徒我想 一听就知道他在说什么 虽然说没有直接引用圣经 但是主耶稣那句 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就呼之欲出啊 曾经有关注张展的朋友 建议我说 你也不要太注重推荐 就是张展的信仰这个层面 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 因为在读了很多他的文章 看到很多他的访谈 以及和见过他的朋友们 交谈之后 我的判断就是信仰在 张展的思考和行动 行动当中所占的分量 是非常的大 我认为可以说他的言行 都是为了主作见证 张老师刚才也解释了一下 这个标题 为什么用殉道者 因为这个词通常是用在 已经为主 付出生命服侍主的 属灵前辈身上 那么张展呢 他也是有训道者心智的 阮云飞老师最近 就在我们这个 真理追寻会的平台上 讲过说 训道重要的不是训这个动词 而是道这个名词 就是说更重要的不是训 而是训的是什么道 谢谢阮老师 阮弟兄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也希望经过今天 我的分享 各位能够了解 张展的所作所为 然后看到他背后的 他的驱动力在那里 张展目前还没有训 感谢主的保守 他还活着 但是呢 经过三年多的 劳逸生活的煎熬 他已经健康被摧毁了 之前的照片 被捕之前的和 在看守所的照片的对比 后面我会说 他目前的身体状况怎样 张展还有五个多月 就应该能够行满处理 我们盼望到时候 他能够与外界接触 他能够亲口讲出 他的欲中经历 可是在这个 当下黑暗的现实 我们也知道 很多政治犯出役之后 被剥夺基本的人身自由 包括看病的自由 有的病危者 直接送进危重病房 在严密的监控下 亲属都不能探望 就那样孤零零的 离开人世 这也不是孤立 张展能不能活着出役 他出役之后 能不能自由 能不能恢复身体健康 看环境是 很不容乐观的 那么我们唯有 仰望我们的主 为他和家人祷告 伪造张展的那位公义 慈爱的上帝 怜悯 保守他祷告 求主来医治他 给他开出路 我也想在一开始就说明一点 就是张展他本人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非常的 非常的低调 就是没有必要去夸大拔高他的形象 而且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 普遍是反感偶像化 也讨厌把人推到神坛上的 我希望我们能尽量讲得全面客观 当然也一定会受我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的局限 还有我个人视角的局限 但是我所了解到的张展 他的确是一个为人谦和低调的人 说话形式 行文都很朴实 外表也是没有修饰 在我的眼中 张展是一个未曾谋面的 有着非凡勇气的姊妹 一个亲爱的姊妹 这是小时候的张展 张展的哥哥发推特上的 他哥哥用三个词形容妹妹 张展说 坚韧 纯净 坚定 我之所以发起张展关注组 持续的来介绍他的个案 呼吁关注他 是因为我碰到了张展故事的非同一般 神给了我这样一个负担 为狱中的张展做一个传递声音的管道 一句话我是被张展姊妹所感动了 当然不光是我 也有很多很多朋友 也很关心张展 公开的声援 他包括有很多主类的肢体 还有张展老师自己也为张展姊妹写过文章的 非常感谢 上周末 我想说的是 上周末去参加白纸青年一代 举办的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的一个展览 正好遇到一个今年才来英国留学的上海女孩 她去年11月底 就在乌鲁木齐中路的抗议活动现场 她就说起说 那天她在伦敦商层巴士上听到 低音播客近期播出的作者 作家慕容雪村和我一起接受访谈 分享了张展的故事 她听得内流满面 没有留意就从楼梯上滚下来滚到一层 因为那是第一次她听到张展的故事 这个女孩也在上海证券公司工作过 她说我太了解张展 今天我想分享几点 第一个是张展的看见与摆上 第二她唤起了什么 第三张展的现况 第四我们可以做什么 给不是特别熟悉张展的朋友介绍一下 张展是陕西咸阳人 1983年生拥有金融学硕士 2010年作为金融人才 引入到上海 她的哥哥说 2013年左右 张展开始对人权和民权活动 产生兴趣 当时她已经信主了 采访过张展的作家慕容雪村说过 张展呢 她曾经在上海大型的证券公司 做投资人 也做律师 收入相当可观 她说自己也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在2016年5月 张展因为拒绝做假账 被她所任职的证券公司开除了 同一年 她因为参与抵制律师事务所 修订了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 一个鲜明活动 被迫注销了律师职业证 之后她就再也没有找工作了 这是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那么没有工作她之后做什么呢 那一年她才33岁 用李化平弟兄的话说 此后张展就全心的投入了为每个人争自由的事工当中 她在网络平台就公共事务勇敢的发声 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专长去帮助身边的维权同胞 曾经每周她就去一个公园参加维权团体的聚会 为他们写状纸写材料 直到她被上海警方盯上 阻止她参加这样的聚会 所以张展的经历让她看到中国社会的很多个层面 包括烂透了到处是假账的金融行业 包括疯狂印钞放水不顾民生的经济政策 包括被夺走家园 被践踏侮辱 求告无门的法民 被重重限制的法律人和捍卫人权的公民 她说这是一个正义完全缺失的国度 因此她即便是被稳稳机器盯上了 即使是不停的被封号删帖 她还是坚持着她要在地上做一点什么 她做了什么呢 2019年3月张展在上海惠南镇地铁站 首举横幅被拘留了40天 之后半年后9月份她又在上海的南京路上 举着伞声援香港反送中 横幅和伞上写着的字是一样的 结束社会主义共产党下台 当时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和律师 上海的一位律师问过张展说你这么做 你不害怕吗 她以前很平淡地说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我不认可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的内心 我不能欺骗我自己 我是依照神的要求去做 后来在武汉的所见所闻 加强了她的观点就是共产党必须下台 这句话是很少中国人敢说出来的 她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 再次这样说 这个国家每个人都生活在这种制度的诅咒之下 会带来大规模的灾难 越来越明显 那是2019年的时候 因为高压 民间反对的声音已经沉寂了很多 街头运动基本上已经被镇压下去了 可是八年后张展却在这个时候 独自走上街头 为了那次的举散游行 她被以寻衅滋事罪 拘留了65天 有一个细节在慕容雪村的书里面写到 因为当时张展在看守所 在俱乐所的时候呢 在看守所应该是 因为她是刑事拘留 上海在召开国际进口博览会 习近平在演讲宣称中国要更加的开放 这个时候张展在看守所里面声音很大的演讲 他质问说 政府为这场进国会花这么多钱 为什么这笔钱不拿来用来改善民生呢 就为了这番演讲 他就被关了七天禁闭 双手双脚固定的 在地上四个铁纹上 不能动不能翻身 不能上厕所 七天就在那个潮湿冰冷的地上 这是慕容雪村的一段描绘 当时张展觉得自己快要死 在那个环境里面 在那个绝境里面 一定晚上他看见 好像有许多小鬼在他面前飞来飞去 他觉得自己就要死了 这个时候 他听到的歌声 无忧无虑的 好像天籁一般的歌声 好像发在他自己的身体内部 然后他听着这歌声 突然感觉 无比的喜乐和幸福 他说我相信人是有灵魂的 那是我的灵魂 在歌唱 这次积压对张展身体的损害 也非常的大 但是却让他更加的坚定决绝 或是以后不久 张展接受了自由亚洲采访 他在访谈节目当中 说过这些话 接着问他 你为什么一二再再而三的呢 把你抓了 放了以后 你又要去上街 他说 因为国内的政治高压 太让人窒息了 需要一种破裂 那么在没有别人这么做 只有你一个人做的时候 你不觉得孤单吗 他说没有 我不觉得孤单啊 也许是上帝和我在一起吧 就是当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 我也有音频 就觉得张展 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姊妹 非常单纯的信心 然后记者问他 你根本不工作了 你一天那么做这些 那你不工作怎么 为生啊 记者这么问的时候 但是张展就 他说 不是为生 是为死 当一个人没有办法来改变 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呼吁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个情况下 还是不能停止呼吁 他说我就是等着和底层 一起饿死的状态 我实在改变不了 我就和他们一起饿死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这是你什么想法 就是2019年的12月 当他后来真的开始绝食的时候 这些话我们重新又想起了 然后他还说 在这个访谈里面 他多次说到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说他是基于福音来做事情 他说福音的意义比政治的意义更大 那么他也就是这样的通过这么一个平台 他也说他希望基督徒可以去推动一下 推动这个国家的政治的和平改革 或者是改变 做一点点突破也好 那么他也是比较尖锐的说 这是一点批评的声音 他说有很多人其实是基于本能而屈服于恐惧 做出了错目的选择 就是不敢发声 其实那个时候很少人知道 武汉肺炎疫情已经爆发了 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已经开始了 2020年的2月1号张展 从上海到了封城中的武汉 来了一场改变他人生的逆行之旅 中外历史告诉我们 在一场重大的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 一个道德沦丧低效的专制政府 他会带来一个怎么样可怕的毁灭性的灾难 而且灾难的真相总是被掩盖的 而受难者总是被吾之口不许哭喊的 凭着张展的敏感和悲悯 面对着这场灾难的降临 他决定他要在场 他要记录 要见证 要挖掘 要传递真相 要去做点事情帮助抚平创伤 从2020年的2月1号到5月15号 张展在武汉坚守了104天 他面对的是病毒感染的威胁 暴力威胁 被强制隔离 被抓捕的威胁 但是他没有 不管不顾的就是外出 拍摄视频 了解疫情 采访病人和家属 了解封城前后 民生情况 几文章 实名发的推特 他一共发了122个油管 的小视频 还接受外媒采访 还几次试图探访 武汉病毒实验室 追问病毒的来源 他用实际行动反对 封锁清零的政策 帮助遇难者家属维权 他甚至去找到派出所 追问警方要方兵的下落 质问为何 训诫领文料 那么有多少人 有勇气 做了这些事情呢 下面的这个视频 是张展庭审 当天发布的 一个视频 我们来一起看看 这里面有 当时张展在上海的 一些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没有声音 对不起 没有声音吗 我这里声音是正常的 共享声音没开吧 视频没有声音 是吗 抱歉 我再来一下 我再看看 我这个声音打开了 你共享的时候 没有那个点 共享声音 对不起 肯定是这个原因 那我只有 停止 对吗 我停止共享 然后再来 好 不好意思 再来一次 共享一下 对 Share Sound 对 有这个 有声音的吗 不是 我是 你好 它是 有了有了 因为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网友 他写自己 他讲武汉是一个被遗弃的城市 他自己感觉自己像是在等死 那段话对我其实印象挺深的 我当时就想着说要不要过来 大家好 我是张展 现在在第七医院的文诊楼的楼前 他们这家医院是武汉市的定点发热医院 这个是武汉人民医院的急诊科 我是最开始的时候 我想应该来看医院的病人 就我拍了几张医院的病人的照片 然后国宝就突然发现 就就就就在警告我说 你不要去这些地方 我叫你把手机关了 我叫你把手机关了 你不行我今天给你发火了 你给我发火吧 我就给你关了 孩子再录 再录我就给你关了 这个人抢我的手机 准备砸我 你还录 我不允许你弄 你再录我就给你打了 可能是我内心有一种反叛 或者叛逆吧 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拍啊 那我觉得这个是事实嘛 那为什么不能拍事实 然后他们这样一说就提醒我了 说我要去先去把这个武汉的事实让网上的人知道 我去给外籍的人了解 武汉发生什么事情 对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展 现在是2月18号的凌晨一点四十分 大家好 我是张展 现在是2020年的2月28号的凌晨 2月19号晚上十点 2020年的2月28号 现在是晚上七点 2020年的3月26号的早上 我的后面是 基本上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嘛 恐惧的瞬间 比如说当有穿着迷彩服的人 然后威胁你的时候 包括警察喊着要打死你的时候 还有就是朋友说 这个国宝在整理你的资料 要收拾你的时候 还有就是比如说 危重病人就在自己的旁边 自己有的时候身体不太舒服 就会担心说 我是不是染上肺炎了 这种恐惧 很多很多很多事 我刚来武汉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这座城市受伤了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伤口是什么 直到我刚刚走在路上看到一个人 我不敢跟他打招呼 但是我内心明明有想去和人去交流的一种渴望的时候 我知道说那个伤来自于拿的一种很深的一种压抑 就是人的天性在这座城市 现在住在极度的压抑中 因为这场瘟疫带来的灾难 就是19年4月份的时候 就被他们关过40天 然后19年的10月份的时候 又被他们关了62天 然后每次进去的时候 他们都会跟我做精神病监听 就给我压力啊 就非要说你精神有病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也关过这个禁闭 就是关在那个禁闭室关过7天 我也觉过10 我能想来 就是他们 我还听说过更恐怖的事情 看过网上更可怕的照片 就是乐型啊 这种种残酷的对待这样 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无法后退 因为这个国家不能够后退 但是这些事情又不是我能够承担的 或者如果就他们要给我施加薪的话 我认为我反抗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是只能被动接受这个样子 如果真的这些话也发生了 你可以再联系 然后不是60天 还是更长时间 你希望别人能做什么 嗯 我觉得 我希望大家一起为社会发声吧 也不用为我做什么 就为社会做就为我做了 所以张展和其他的公民记者的记录 暴露了这个国家真正的 面目 无论是在前期隐瞒疫情数周之久 令这场瘟疫蔓延全球 还是在应对疫情期间 莫使民生践踏人权 活活地将民众关在家中 饿死困死 更不用说风口抓人 打压言论 残酷迫害说真话的公民 他最后的一个油管视频的标题 是威权防疫的后果在持续的显现 张展被抓的时候 疫情还只是影响到武汉及湖北全省 但是张展已经遇见了更大范围的灾难 他也看到了民众 在为所欲为的权力面前 公权面前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力 无力反抗 疫情之后的民生凋敝 民众几乎是坐以待毙 他问谁是这场瘟疫的最大受益者呢 是当权者 他利用这场瘟疫加强了 对人民的专制统治 当然后来张展已经入狱之后 动态清零席卷全国造成了无数的悲剧 来自比如说贵阳 大巴侧翻事件 全州隔离酒店倒塌事件 上海四月之声 南州三岁人生 也许很多很多的场景 或者太多的场景 我们可能都记不住了 乌鲁木齐大火 我们不会忘记 还有更多的事情 更多的人 受深层影响的人 也不会忘记 那今天 回顾这一切 张展他想要问说 那有多少人如果不是 真相被掩盖 本来他的生命不至于被剥夺 那全国各地 有多少人不是感染肺炎 而是死于极端清零的政策呢 更不用说后来 有多少老人 本来熬过了艰难的封城时期 却死于突然 完全全面的放开政策 又有多少家庭 留下了长久的创伤 像张展说的 受伤的人群 下面有一个视频 是志愿者做的 是张展自拍的 一些视频的合集 其中我们看一下 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的 一些的观察和思考 感谢为什么不能播放了 等一下 先是可以 大家好 我是 我是张展 因为我们微信 我的微信号已经被封了 很多人的微信被封了 说是普通百姓在微信里 别随便说一句话 可以被叫去训诫 因为一切都在掩盖之下 这就是这个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 我们一切反对的意见 都可能是谣言 因为有了掩盖 因为有了真理的唯一出口 那其他的声音 都是谣言 他一直都是这样的 不管是封城还是封小区 都是一种毫无人性的一种做法 那么一味的执行领导的 上层的所谓的决策 为了人好 实际上在侵犯 把百姓基本的生存的权益 有的人从出生一开始 这就是受害者 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的人 还要承担高房价的人 付出最多 工资水平最低的人 没有任何的组织来保障他的 待遇的人 没有任何人替他们发声 没有任何人关注他们的人 这个城市的人 或者这个国家的人 可能都是这样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或者只要我还有饭吃 我不管他怎么欺骗我 我不会反对他 但是也就是这样 底线一步一步退让到 连生命也没有 你能说这不是一种恐怖的统治吗 你能说这样的统治不够邪恶吗 你能说这样人们所种的精神的毒害 比SARS或者新冠状病毒这样的毒害更轻吗 不见得 没有远远没有 但是有比保命更重要的 就是社会公正 社会 社会文明 没有社会文明的时候 我们看到说我们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得到 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所以我号召我们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参与到公共 政治秩序的建设中来 每个人都关心政治 如果罪恶在这个国家没有办法得到遏制 邪恶没有办法在这个国家消除 那我们就是像虫子生活在一个森林里边那样 唯一的想法就是活下去 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只想谈说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保有我们的人性 所以我要呼吁 请尽快释放成成就石 还荒兵自由 我要表达我对这个政府的抗议 持续的抗议 当时张展在武汉住的这个旅馆里 有四个人是监视他的 他一直被跟踪被警告 朋友也被警方要求给他带信 要他离开武汉 张展如果照着做了就不会被抓了 可是他舍不得离开武汉这个受伤的城市 被抓之前他做的油管视频里面 那些画面仍然是那些 经过了一场封城之后失去了生计 不知怎么活下来的同胞 他说这些人这些事总可以推动我 从一个很绝望的恐惧当中 往前再进一步 去关注他们 为他们再说一点点话 所以他想着的总是这些 发不出声音的受难同胞 不会写 不会录视频 不会翻墙的人 欺人遭害 得不到公道的人 被侮辱 被损害的这些人 下面还有一个视频 是张展开庭之前 爱小明姊妹的声言文章 配上了一些图片 包括张展在狱中绝世的一些情况 我去回到这个地方重新再来 等它放到下面 我再来 等这个时候我再来分享 疫情时代的狂人日记 关于张展 作者爱小明 今天是平安夜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一句圣诞快乐 因为今天 在此地 在此时此刻 我无法不格外地想到一个人 一位女性 基督徒 张展 她在受苦 从夏天六月里开始绝食 持续地被鄙视 而维持生命 她被施以脚镣 两只手被约束带束缚 她所受的折磨 用前律师李和平的话来说 是一秒钟 等于一万年 而我们 这些没有承受 如此痛苦的人们 该为她做点什么 今天是星期四 律师张科科已经上路 下个星期一 是开庭日 张展将会受到审判 到现在为止 据我所知 还没有任何人 因为对疫情扩散 人民 生命财产的损失 负有责任 而受审 为什么 一位志愿者 因为不认罪 而绝食抗争了将近半年 还要被追究罪责 还要被起诉方建议 判处四至五年徒刑 想到所有这一切 是无法一直愤怒的 尽管愤怒 也已是一种奢侈品 人们已经习惯了 以平和的心 来接受一切灾难 可是 尽管如此平和 依然阻挡不了 另一种力量的残忍无情 他们竟然 要将一位舍身忘死的志愿者 判处五年徒刑 只是因为他的言论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道 凡事总需研究 才会明白 古来时常吃人 我也还记得 可是不甚清楚 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 每页上都写着 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 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 吃人 在鲁迅的年代 说起来也是万恶的 但没有万恶到 把鲁迅推上审判席 以言致罪 鲁迅这几句狂言 已经将过去 现在和未来 都包括在内 但也没有人 说他寻衅滋事 我读了张展的文字 也一直挂念着 他的处境 要说张展有错 我只能说 张展生错了时代 他不是现在人 而是未来人 他活出了 未来的中国人 应该活出的样子 嬉笑怒骂 敢爱敢恨 我在疫情蔓延时 看到他的灵星文字 就已经知道 他比方方更英勇 更无所畏计 更鞭僻入理 更不知死活 什么人才会这样子呢 安徒生 写过那个 说真话的孩子 张展就是那样的孩子 他太纯粹了 不能容忍 自己灵魂里的杂志 也不愿在现实的壁垒前 退缩 他坚持 纯粹 和真诚 这样的品质 不是现代中国人所有 他真的不该出生在1980年代 他早生了至少是40年 或者50年 如果他出生在未来的10年 假定2030年 如果他是今天这样的年龄 假定到2068年 也就是48年 或者半个世纪之后 张展时评 所有的文字 还会被检察院起诉 而且建议判4-5年吗 这个问题 我要提给 写起诉书的检察官 你们面对张展率真的思考 和诚实的文字 提出这样的刑侵 你们对得起自己的孩子吗 因为 你们的孩子 将要活在未来的20年 30年 50年 他们会认同你们的起诉吗 武汉疫情貌似过去了 但是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 这一夜 是还没有过去的 如果要追究责任 多少人 多少机构负有 重大责任 那对八位吹哨人的训诫和处罚 那全国电视频道滚动播出的 惩处造谣的消息 那令万众痛道的医生的名字 那无处的 那无处的哭喊 与其他人的亲人之死 那无处的哭喊 与其他人之死 全然不顾个人安危 他就是鲁迅陛下的那个狂人 或者 19世纪欧洲的 那种漫游者 体会着破碎的生活 和灵魂的挣扎 在自由 个人 和社会的冲突之间 穿行 与现实规则 与各种 华丽光鲜的 舆论倡导 格格不入 奔走 跌倒 冲转栅栏 被骂作泼妇 好吧 他真是 专横权力之下的泼妇 他泼 因为他刚直不阿 然而 他的泼 只是自我牺牲的执着 他的质疑 他对一个理想世界的 热烈向往 无一不是 以牺牲为代价 无一不是 拼将性命 挥洒出一个 自由奔放的 主体人格 这样的人 怎么能说 他是一个 现代的中国人呢 他分明是要 再过几十年 才应该降生 和存活的孩子 如此危机频发 亮相 破碎 混乱 丑陋 和分崩离析的时代 怎么配得上 这一份生命的纯洁 深情 和献祭呢 我们这些病态的 残缺不全的 懦弱若苟苟且的偷生者 又怎么接得住 他的牺牲呢 然而 他就像一根刺 一样的存在了 孤立 稀有 弱小 又坚不可摧 盼他十年 他也不会改变 何况四年 五年 他已然是 致生死 与度外了 你们这些 执掌法锤的人 面对自己的同时代人 或许还是同名人 而且 也是同样的法律人 张展曾经是律师 你们自然 可以找到一些 文字 律条 去判处 另一位 法律人 同名人 和公民 有罪 不过 如果你们 通情达理 没心思问 那不可能不明白 张展的罪 仅仅是 他造生了三十年 或者 换句话说 他的罪 只是他比你们 法官诸君 更爱中国 更爱生命 身处现代的黎沼 被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运动 一趟趟 打磨 碾压 九死一生的中国人 我也无法回答 张展 怎么能从如此的浑浊里 横空出世 像今夜的天使 一样纯洁 想人 所不敢想 到人 所不敢言 哦 我说错了 谁是人 如果张展是人 如果像他那样的 所思所想 是人之道 所有 在他的犀利的观察 和求解的写作面前 落荒而逃者 又怎能算人 作为某种积极信仰和教会 而不起求面包以自由的人 不是半人半兽 或者全兽吗 张展 按照中国常人的标准 根本不是正常人 因此也可以说 他是21世纪 狂人日记的作者和主人公 因此 对张展的审判是可耻的 判刑就更加可耻 但是可耻 才是常态 需要的只是卑微的接受和赞美 前提是保时中日 无所用心 张展 这个狂人 泼妇 周一 就要被审判了 绝食击打半年 虚弱的 如同风中的芦苇 鼻腔外 垂落 半截似料管 双手 被紧腹的痛苦难耐 如此 坐在审判席上 将会如何装饰国家的公平正义呢 对此 我只能强忍悲痛 莫到一百年前 狂人日记的节日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 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2020年12月24日 于武汉 那是平安夜 然后四天之后 张展就被绑在轮椅上 推到上海 普通新居法院 受审 当庭 判刑 四年 在法庭上 张展 他说 这不是审判我的法庭 这是 审判你的法庭 他也说 这个国家之所以衰败 是因为 就像公诉人那样 那些荒谬的问题 张展说 他发的视频 全部都是别人的话 转发的 那么 公检法 如果要对人民审查 可以把任何人 推上法庭 国家有权力 审查公民的言论吗 这种言论的控制 才会让社会不安全 这是国家恐惧人民的表现 国家的恐惧来自于对人民的 不信任 他被当庭 判刑四年 他的母亲 当庭痛哭失声 因为 当妈妈的知道 以女儿的身体状况 这相当于是要置他于死地 张展被判刑之后 仍然拒绝 认罪 不承认自己是罪犯 拒绝被欲方改造思想 他的主要方式 就是绝食 表达态度 向当局 绝食 向上帝 进食 祷告 面对牢狱 向死而生 不屈服 也不放弃 张展在被捕之前 就已经向朋友们表达过了 他说 他一旦被抓捕的话 关押的话 他就绝食到底 一直到 释放 他是这样表述的 他说 他认为这个国家 需要献身 需要牺牲 需要付出血和肉的代价 才能换来 才能换来和平和自由 他说 其实我是做不到的 因为他之前 也绝食过好多次 他说 我要尽力地 去朝这个方案 去做 我想 让张展战胜 对死亡恐惧的 是他 对 他的救主的信心 和 对 同胞的爱 可以想象 张展在狱中 一直 一直就是持续的进食 在祷告当中 求神 赐下这个国家 和平 和自由 他还对 探望过他的人权牛 律师做过这么一个见证 他说他是一个 笃信基督的人 他一定要坚定信仰 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既是绝食抗争 也是为罪人 祷告赎罪 也是表达最强烈的 不配合罪恶 迫害的一个态度 他说 只要有一天 没有迎来 他所期望的大光明 一天还在被迫害的 这个环境里面 他就不会停止 长期的绝食 禁食 彼此惯食 和艰苦的 劳逸条件 对于张展的 健康的摧残 是可以想见的 张和律师 转述说 在那些难熬的 岁月里 在看守所的 期间 他还能探望的时候 张展说 他是靠着 默想经文 不停地祷告 来得到安慰的 他会背 这一句 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说的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你们 所能受的 神是信使的 必不叫你们 受试探 过于你们 所能当当的 神一定会 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 忍受得住 他还背了 约翰福音里面 第十二章 主耶稣 实实在在地 告诉门徒们 说的 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 仍旧 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接出 许多的子粒来 他就靠着 默想这些经文 他能背得下的 从中获取力量 可见 张展并不是靠着 自己的力量强大 让他能够坚持的 忍耐和力量 乃是处于信仰 以赛亚书 当中这句 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 他也用在了 给妈妈写的 家书当中 有很多很多人 都劝他 保守身体 停止绝食 但是张展回应说 保养身体 不如过 尽全的生活 他说 没有免费的自由 死亡 不是人类的终点 对天堂 地狱的选择 才是 我知道 也许不是每个人 都认同张展 所认定的 基于福音做事 救世情怀 抵挡罪恶的方式 那么我要说的是 张展 他没有对苦难 及背后的罪恶 掉过头去 在这么一个 找真相 说真话 自助 雇助 都可能是犯罪的国家 这样一个 惩罚善行 让恶人大行其道的国家 张展拒绝为自己而活 他放弃了自保 保全自己 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服侍那最脆弱的群体 他也希望把福音 传给那些 看不到希望的同胞 这是张展 带到武汉一起去 散发的福音单张 上面还有他的名字 和他的手机号码 我们最后听到的 狱中张展的声音 来自于 他写于去年 十月份的一封家书 是他哥哥 贴在推特上的 现在 已经 被迫删除了 张展在信中 对妈妈 引用了 神的应许 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江菜的灯火 他不吹灭 然后说 愿您的心里面 生命之火 越烧越旺 可以翻越人生的 一座又一座山丘 他也说 希望妈妈和我一样的 信耶稣 因为耶稣 在我的痛苦中 添加了许多甜蜜 这是一封看了 让人感到喜乐的信 张展 他对主的信号 对家人 对生命的爱 可以说 悦然直上 在信的最后 他说 春天 在风雪中 就开始了孕育 种子已经在 准备破土 才能在 某天 一有机会 便发芽 这封信写下后 第八天 四通桥抗议 就发生了 如果 您还没听说过 四通桥 可以搜索 监狱的书信 都是经过重重审查的 张展在信封上 画了一株寒霉 写了三行字 来明智 这是他写下的 他说 为人 当如梅 这封信在张展 写成一个月 一个多月以后 玉方才发出去 由初上的日期 是2020年 11月28号 就在那前一天 上海人在 乌鲁木齐中路 聚集 所以让我们 记住这句话 种子 有点机会 便发芽 在 彭霍菲尔 牧师 我们很多人 喜欢称他 贪货华 牧师 他的做 门徒代价的 前言当中 有这么一段话 这是一位 英国大主教的 评论 他说 在很多的国家当中 许多国家当中 或者说 所有国家当中 多数人并不是英雄 因此不能要求 许多人都像 彭霍菲尔一样的 那样做 不能要求 这么样勇敢的 可是 现在社会的 未来 更依赖 极少数 被上帝的灵 所感动着的 文静的英雄主义 这极少数人 将因上帝的鼓舞 感到快乐 并时刻准备 维护人的尊严 和真正的自由 遵守上帝的律法 即使是殉难 也在所不辞 这极少数人 奉行律法 因为他们不是 看那看得见的东西 而是看那 看不见的东西 因为看得见的 是暂时的 看不见的 才是永恒的 我想 张展也属于 那极少数 被上帝的灵 所感动的 文静的 英雄主义者 张展唤起了什么 我想 张展唤起了 人心中 非常美好的情感 对同胞的爱 对正义的担当 这是武汉的 黄思敏律师 写过的 一篇 声援的短文 他说张展用 温柔而坚定的记录 叙述 抵挡和瓦解着 那些谎言和胜利 他用他那 虚弱不足 四十公斤的身体 和不可思议的 道德勇气 捍卫着 为人之尊严和自由 他在用 自我牺牲的 一个方式 试图唤起 这片黑暗土地上的人们 为应有的权力 自由和尊严 而抗争 我想 也许我们很多人 已经看了太多了 太多的不公 罪恶 苦难 在愤怒 和叹息之后 就被无数感冲击 我甚至感到 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已经无力正视 有时候就选择 把视线 转开 因为 要想要坚持 要想要坚守良知 是需要处于 很多的爱 那么爱来自哪里 在如此黑暗的地方 是需要光的 光来自哪里 需要能够长期的持续 那么持续的勇气 来自哪里 在这个时代 基督的门徒 如何作为呢 这是一个网友 在张展寿审前 写的 一首短小的诗篇 再次想起了 爱陌生人 才能爱上帝 这句话 张展和他 关于真理的态度 他对陌生人 无私无味的爱 是可以感动我们的 这是他在 武汉时期写的一篇 短文当中说的话 这是张展的观点 他认为 上帝一直在开路 只是百姓一直在寻找 退缩的理由 在逼着的环境里面 兜兜转转 围观 做事 好像等着天自动的亮 他说 不会 天不会自动的亮 不是鸡鸣叫醒的白天 而是上帝 而是上帝的力量 我最近又重新看了电影《无界》 里面甘道夫 他说了一句 这么的话 他说 我们无法选择所处的时代 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如何 就是决定如何回应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时代 那么面对 这个歪曲 被谬的时代 邪恶 荒谬的环境 张展他做出了他自己的回应 他也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在持守什么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出回应 愿我们也都能对自己选择的 这种回应方式 意在天地 愿更多的人选择 讲真话 选择 爱您舍 愿更多的人选择 讲真话 爱您舍 追求真理 抵挡罪恶 张展的身体 现状如何呢 这是张展在过去的三年多里面 他的身体的变化 就在2021年的10月份 张展的家人已经得知 他的内脏器官 已经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损失 我们最近知道的消息 是8月9号 他又一次病重 住进了监狱医院 也不是是第几次了 这次他的肠胃病更加的严重 白血球低 体内出现了超标的肿瘤标志物 体重降到37公斤 只有被捕前的一半 哪怕是灌石 好 赶紧一会儿 等一会儿把这个听完 我转1200 我想让别人还一千 哪怕是灌石 或者输营养液 张展的身体 也已经不能消化 如果按照病情的严重程度 他早就应该保卫就医的 可是他的家人和律师 向当局提出的要求 都如水沉大海 中共当局针对政治犯的 看守所 监狱 还有针对前政治犯的 整个维稳的系统 是极其残忍 不久前还发生了 出狱之后 长期被监控的南京 独立媒体人孙林 被国保上门打死的 恶性的事件 还有 北京的 胡适根长老和上海的 陈建芳姊妹 出狱之后都被软禁 我们可以设想 宁死不屈的绝食者张展 即使能够活着 熬过四年的牢狱 出狱后 有多少可能性能够得到 自由求医问药 恢复健康呢 这个可能性有多到 没有人知道 我想张展已经是把自己的明天 真的交托到 他的救主的手中了 读到诗篇109篇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张展 主耶和华 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 因为你的慈爱美好 求你打救我 因为我困苦穷乏 内心受伤 希望有更多的主力肢体 能为张展祷告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我想到这几点 基督的教会 请收纳 接荣 像张展这样的基督徒 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署名的家 这里有一个很不完整的名单 因为我们搜集的资料有限 也因为甚至有的良心犯 不知道他的信仰背景 这是对基督教会 特别希望能够给张展们 这样一个署名的家 如果您是基督的门徒 请声援支持 敢于参与社会公益的弟兄姊妹 不要孤立他们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关乎神学的 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关乎爱神和爱人 基于爱神和爱人的原因 爱这些弟兄姊妹吧 请为他们祷告 如果可能的话 多一些为他们发声 也要感谢中国的下午五点钟 这个团队为张展姊妹 陈云飞弟兄 还有别的弟兄姊妹祷告 如果您是基督的门徒的话 也请关心朋友圈当中的 维权人士 民主人士 看看他们生活上有什么难处 请关注他们灵魂的需要 多多给他们讲讲 上帝公益的国 基督的福音 复活的盼望 因为极权下的抗争者 常常需要付出所有 失去工作 和工作的权利 失去人身自由 不是坐牢 就是被监控 还有很多人被 酷刑和牢业生活 所致失去了健康 家人不支持 甚至众叛清理 那么这些人的努力付出 可能今生 是得不到任何回报的 但是 如果他们认识上帝 认识基督 如果他们能脱离 罪和死的律 那就有了任何人 也夺不走的生命平安 所以 请不要对他们的苦难 掉过头去 相反 让我们思考 如何以基督的心肠 来回应良知者 遭到迫害的处境 如果您是基督徒 维权人士 民主人士 请排除万难 多方询问 去寻找 去找信仰 纯正的教会 坚持参加聚会 找属灵同伴 一起来走天路 追求在基督里的生命 长进 那么所有支持 张展的朋友们 也请考虑 了解张展的信仰的支撑 他的背后 行为动力所在 了解 那位圣经中的上帝 如果您是基督徒 维权人士 或者民主人士 我也想说 请您考虑 亮出您基督门徒的身份 这样关注您的基督徒 就知道 怎样为您祷告 那些做对的事 而遭到报复的人 无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 我个人 都会为他们祷告 但是呢 为基督徒祷告 和非基督徒 非基督徒祷告 仍然是不一样的 这里呢 是张展的监狱地址 还有他的 还有张展宽注组的 联系方式 网站 如果可以的话 请给张展写信记卡 抄写经文 寄给他 那会是给他 很大的安慰 就我所知 可能他还没有能够 收到圣经 不让他拿到圣经 但是还是值得 继续地争取 如果让当局看到 监狱当局看到 外界是没有忘记张展的 这对于他在里面的处境 会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也请为 张展的家人祷告 尤其是他患癌症的母亲 我的分享 基本到这里结束了 张探老师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可以播放一个 很短的公益广告吗 已经放了 好的 谢谢 一位人到中国支持着的捐款敷衍 我在监狱里面呆过 我知道账战户有钱 有多重要 何家为弟兄身前曾说 他在看守所或者是拘留所里 每次收到信件和钱的时候 那种激动满足的心情 可以用飞天来形容 那一年的六四前夕 我给人到中国寄了一张支票 用这种方式表示对中国勇士们的敬意 那一天我觉得自己终于摆脱了吃瓜的心态 不再只是一个所谓键盘侠 而是真正投身了这场战斗 一位出于良心犯收到人到中国维闻金后 回复了十个字 正义的支持 无声的力量 一位捐款人说 我总觉得自己能留在海外 是因为六四 我欠六四劣势 一笔还不完的良心债 谢谢人到中国 为我提供一个渠道 让我可以帮你们 推动一个我所相信的正义事业 我顿时感到当局对我的一切迫害都灰飞烟灭了 那种感觉就好像一个快要窒息的人 吸入从夹缝里面进来的清新空气 这些年来人到中国 我默默地帮助了许多和我一样的人 使他们不再感到孤单 谢谢人到中国所做的一切 请大家支持人到中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分享 这个在张展面前 我们真的很惭愧 说我们也是和他一样也是基督徒 在这里呢 我把当年他被那个我知道那个张展姊妹的那个事情的时候 我写了一首小诗 我把这个小诗在这里演练一念 他去救人 却称了犯罪事实 他不认罪 却称了判刑证据 他唯一的武器是身体 他们就让他身不入室 他把自己挂上十字架 产令世界学了物生息 他是公义的标词 把天灾为民的人祸揭露 他是法律的禁止 良法恶法 在此一模了然 他是文明的底线 他是文明的底线 是珍惜生命还是顾惜脸面 他是良知的世子 一眼把我们的伪善看穿 他以临死之眼鼻视我们 他不要我们救他 我们也救不了他 甚至我们不配救他 他要我们救自己 救回我们的真言 救回我们的良心 救回我们做人的资格 救了我们 是为了我们 从此像一个人一样的活着 我看看 大家有什么要和 王健宏姊妹交流的 有什么要和 要问王健宏姊妹的 准备 我们在传言中 看看留言里面的 看看留言里面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听说过张展的事迹 但是没有这么清楚 这么详识 我今天真的感到非常的感动 张展姊妹啊 确实真的为了公义 为了正义 为了我们国家献出了这么大的 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现在还在监狱里面 所以我们是个男人 我们觉得很惭愧 我是信主15年的基督徒 我也受过这个政治上的逼迫 我倉藏过这个89年学潮的一个同纪犯 17号 我曾经呢 有时候感觉到很吃亏 因为这件事情呢 就是我的政治前途完全被 就是没有了 没有什么前途了 公安部的一个处长给我宣布 说你这一辈子就去在单元上混去吧 让我在工作单元上 但是很感恩啊 主的保守没有让我失去工作 没有让我失去那个收入 我在这个 我是公务员 我在这个工作中呢 晃了30年 最后平安退休了 曾经呢 就是我们也 我们都曾经年轻过 都有过这种为国尽忠的这种想法 为老百姓 为天下苍生 但是呢 我们跟张展比起来 我们真的非常的惭愧 我们往往还想这个自己的私立 今天这个张展老师说了几句话 我很感动 就是说 人不应该完全靠本能的去世 人要真正的就是 我们都基督徒啊 就是为上帝而活 不是基民救醒的白天 而是上帝的力量 我们 在这个 在我们这个国度 我们这个国家来说 真的是败坏到极点 我们真的 整个我们现在的情况 政治 经济 军事 外交 完全都是在崩溃 这个时代非常的黑暗 现在需要我们站出来 就是基督徒是上帝的代言人 是上帝的选民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有责任的 我们也是要有那个负担 要真的站出来 为天下苍生来做我们的奉献 确实我现在呢 就是从现在开始 我每天都要为张展姊妹来祷告 她比我小十多岁 比我小十六岁 在这个监狱里面受这个苦啊 很痛苦 我们为张展姊妹祷告 求神来让她的身体能够恢复健康 能够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好 感谢神 我今天非常非常的激动 确实啊 我们这个国家需要人站出来 好 我就说这么多 分享完毕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新疆祥宁 有哪一位弟兄姊妹要分享 或者是要和那个王姊妹有交流的 有问题要问的没有 有问题要问的没有 如果没有太多的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会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感谢王姊妹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信息 我们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大家 谢谢张唐老师